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节目 我是主持人Nary 今天这个题目叫 俄罗斯开始出血 美国开始出汗 什么意思呢 我慢慢来讲 总部在伦敦的有一家投资移民公司 叫Henlon Partners 最近给出一份报告指出 俄罗斯富豪中已经离开俄罗斯 和即将离开俄罗斯的人数 是2019年的三倍还多 这份报告呢 就称这个现象叫 俄罗斯的百万富翁失血 他们估计 因为西方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大概会损失 一万五千名高净值人群 他定义的高净值 是指这些人的私人财产 在一百万美元以上 这个大概要占到俄罗斯 百万富翁人数总数的15% 俄罗斯个人资产 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总数 大概是十万零一千左右 分析人员告诉记者说 在历史上一个主要国家的崩溃 往往都是从富有人群 开始逃离作为信号的 因为富有人群 第一他对资产很敏感 第二他们一般来讲是比较聪明 比较容易获得信息的 所以他们往往被称为是那种 所谓聪明老鼠 就是最先跑的那一批 当然俄罗斯的官方 对这个数据是予以了否认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俄罗斯今年的经济 将会有8.5%的萎缩 但是在这个Henlion Partners公司的 报告中则显示 俄罗斯早在普京发动战争之前 就开始出现了这种 大量的资本外逃 分析师认为 这个是因为普京 越来越不稳定的执政风格 以及他对中产阶级和富人 开始提出要忠于国家这样的要求 你越提 人家就越害怕 就越容易往外跑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一般的规律 单纯的算经济账 一个个人资产越多的人 他的爱国成本就越高 从心理上来说 这些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会比较高一些 大多数也不太买你这种 集体主义的爱国主义宣传的账 这些俄罗斯人的去处 主要是低税收的阿联酋 和对俄罗斯人相对友好的以色列 在这份报告中 你还可以看出 高净值人群流入最多的国家 分别是阿联酋 澳大利亚 新加坡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也在前十名之列 而反过来 高净值人群流出的国家 俄罗斯第一 中国第二 印度和香港分裂第三第四 美国吸引富豪的能力大大的下降 预计2022年只有1500名高净值的人士流入 而2019年这个数字是10800 这等于是大概下降了七倍多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由于美国民共两党之间的对立再次升级 最高法院也泄露出要这个推翻Roy V. Wade判例的这种裁决的倾向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美国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就引起了高净值人群的担忧 中国在2022年大概会有1万名富裕人士流出 香港这个数字大概是3000 中国富裕人士的外流更主要的是担心中国经济的停滞 政治空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肃 同时也担心美中关系的恶化会使得未来的出行变得越来越困难 其实在2020年之前 中国的富豪阶层向外移民的这个趋势是逐步递减的 从2010年有44%的富豪有移民倾向 逐步下降到只有18%的富豪有移民倾向 但是从2020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迅速的上升 重新攀升到了有32%的中国富豪有移民倾向 这种趋势的改变也显示出中国富豪对于未来的某种悲观的情绪 好我们再来说美国 今天的另一份报告是来自于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Mark Zandy Zandy和白宫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的意见现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因为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政策 他认为由于美联储加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俄乌战争等不确定的因素 穆迪的分析师们开始担心美国经济在未来的两年中会进入一个衰退期 在4月份的时候他们甚至给出了一个进入衰退的概率 这个概率呢是35% 而这个估值和高盛的分析师不谋而合 他们得出的概率也是35% 其实目前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美国经济的预测是相当矛盾的 一方面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不太好预测 上个月的CPI出人意料的飙升到了8.6%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之前曾经认为 三月份的CPI增长就已经见顶了 那个好像是8.3% 四月份 五月份结果出来更高 这个就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缩表和升息的力度 这个反过来将会影响到美国的消费能力 上个月底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 这主要表现为对汽车、房屋、主要的家用电器、度假的计划等等 这些购买预期出现了下降 预计商品价格的飙升和美联储的加息的进程 将会对今年消费者支出构成持续的下行风险 不要小看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 还有密志根大学的那个消费者情绪指数 这些心理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这个可能会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经济现象从本质上来说 它是人类的一个精神现象 当大家都觉得经济会变好 预期收入会增加的时候 大家都倾向于去花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而一旦这样做了经济就真的要加速循环 就真的会出现繁荣 而反过来呢 当大家都很悲观 开始节衣缩食 压缩开支 准备过冬的时候 经济也就真的要慢下来 真的会出现危机 这就是罗斯福总统那句名言的说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这句话真正的内涵 所以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经济学 尤其是预测经济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但是呢 另一方面 消费者信心指数这种指标是极不稳定的 很容易被一些难以预料的改变所扭转 比如说疫情中间 疫苗一成功 这个消息对于消费者信心指数 就是一个明显的提振 而一旦再次公布说出现了新的病毒变种 这个CCI消费者信心指数 立刻就出现掉头 而这些是和经济改变本身 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反过来 它却会直接影响经济未来的表现 所以还是那句话 经济现象的本质 是人类的集体心理现象 我们需要重视 但是也需要注意这是多变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 美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了10% 能源成本上涨了34% 从这个角度出发 三分之二的美国经济学家们认为 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 什么叫经济衰退呢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 AMB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这个机构的标准 连续两个财政季度 经济出现明显下滑 就可以定义为 经济进入了衰退期 而2022年第一季度的GDP 已经下滑了1.5% 第二季度的数据会在9月份公布 但是看上去不太乐观 所以根据这个标准 接近70%的美国经济学家 认为美国经济至少明年 就可能会正式进入衰退 但是大家也别紧张 因为与此同时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也预测 即使衰退真的外邻 也是比较温和的 Zandy表示说 美国企业的基本面是相当健康的 包括企业的负债率 盈利能力 融资能力等等 尤其是就业市场依然十分强劲 最新的失业率只有3.6% 5月份 美国企业申请破产的数量 比去年还有所下降 今年前五个月的申请破产的 企业的数量 处于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个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经济依然是处于复苏期 有大量的被羁押的需求 还在继续的释放 另一部分原因就是 即使美联储加息 目前的利息 依然是处于很低的水平 只有1% 就通胀来说 Zandy预计 今年年底的CPI增长 可能是在5%左右 而明年下半年 就可以被控制在 美联储希望的2%左右的 最健康的那个水平 Zandy带给大家 可能最好的消息是 他认为股市 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崩盘 在股市充分的消化了 美联储加息的利空消息之后 因为美国经济的 基本面依然强劲 所以股市会在 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候 开始恢复到上升的通道 好 这儿就要讲到 大家最关心的美联储加息 今天也就是周三 下午2点 美联储将会再次宣布 加息的这个确切的消息 这个加息的幅度 有些人 很多人现在担心 会达到0.5% 也就是75个基点 但是Zandy表示说 他不认为美联储 会如此极端 他认为更大的可能 是依然按计划 继续加息0.5% 50个基点 今年3月份是加息了 25个基点 5月份是加息了 50个基点 就是0.5% 这个已经是2000年以来 美联储最大的加息幅度了 所以如果今天 一次加息75个基点的话 这就会成为1994年以来 单次加息的最大幅度 我的看法是 这个确实有点极端 在我周一对美国通胀的分析中 我认为这次大规模的通胀 只有一小部分的原因 是来自于货币增发 也就是所谓需求端的通胀 而更大的部分是来自于 原材料价格因俄乌战争出现的上涨 对于后者来说 加息是没有明确效果的 反而会加重市场对衰退的担心 所以如果你加息75个基点的话 我认为美联储可能就过于激进了 无论是穆迪还是高盛 他们的经济学家预估 最终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 可能会上调到3%到3.25%这个区间 这个利率水平依然是低于2008年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也就是首次采用量化宽松这种工具之前 美国正常的联邦利率基金的5% 3%到3.25%依然是大大的低于5%的 而这个可能是美联储默认的一个 所谓新常态的利率 在2016年之后 美联储曾经艰难的希望恢复到这个水平 3% 3.25% 但是不幸的是爆发了新冠疫情 所以今天美联储将要公布的这个新利率 将会成为美国经济未来预测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等靴子落地之后 再来看市场的反应 那么今天的明察秋毫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